現在放足一個暑假那麼長的時間 只是拍片給學生看足夠呢 其實可能都未必很足夠 所以我們今天有個 topic 就是我們停播應該 怎樣去不停學呢 令到學生 最近傳媒都很多報導的 今天如果大家有看 蘋果 之前他都 來過採訪 我講了一些理念給他聽 因為有報導 你可以看 蘋果一報的報導 其實就要考慮 學生除了說 我們現在用zoom開live的課堂 或者webinar 但是其實他們都可以 自學的 他有個空間可以自學 這兩件事為什麼要怎樣平衡呢 待會你都會 不會只有我講的 會玩玩玩遊戲 問大家一些問題 最後就看看大家 一些feedback是怎樣 可以互動一點 我在真光教書都很多年時間 其實做Energy都做了很長時間 以往我們上課就是 這樣上課 學生回到後很開心 現在我們真的連課室都沒有了 我們真的沒有了校園 我們沒有了跟學生見面的時間 這些小個人簡介 我自己本身就是 有個學會的 叫做香港翻轉教學協會 就是專門 招聚一些喜歡做flip learning的老師 翻轉教學的老師 去做教學 我們對科技用在教學裏面 都有經驗的 不過現在就多了一件事叫做 開live 網上實時教學 那怎樣配搭呢 都是一個問題 這是我們這個會的幹事 有不同學科的幹事 我們以前 做這件事的目的就是 其實我們想活化教室 透過一些 科技 來拍一些影片給學生 上課前有所預習 跟著我們上課就可以做一些課程設計 很強調學生自主學習的 和照顧學習差異 但是現在最大問題 只不過是真的沒有了課室 我們沒有了課室 我們怎樣去 彌補這方面的問題呢 這個是 我們要想一想的 因為那個教育環境 真的 不同了 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於這樣 以前我們會去EDB做一些seminar 現在就沒有seminar做的了 我們就是 我們不可以 面對面見到老師 今天 只能夠做Webinar 其實也有好處的 靈活性會大一點的 有時候都 因為不用周古雷頓 但是我們不可以走位 大家互相交流 沒有了 那個面對面的情況 好 我們不會只說那麼多 我們今天就會 互動一點點 但是 既然要互動 就有一點點的 要求 就要大家 用多一個device 我自己都在試 其實 網上教學 例如我用zoom 開live lesson 教書 會不會 都只是單向教學呢 單向教學 可能都 挺悶的 會互動一點 如果要互動一點我就會玩Cahoot 這樣 這裡會和大家一起玩Cahoot 大家就要準備你的手機 你用zoom meeting 上這個webinar 可能在用你的iPad 可能在用你的電腦 如果你有手機 你就可以 入你這個網址 這個可能你用多你的手機 就是Cahoot.it 有些要求的 其實 如果 你到網上開live 教書的時候 你基本上可以照講書 學生 一部device 就足夠了 但如果我想互動多一點 想課頭沒有悶 譬如今天我想 提供的內容 想知道大家的feedback 我就可以 透過Cahoot去做 但是在學生那邊 他要有兩個device 才行 要有兩個device 要求高了 所以這個情況都要了解 學生家裡的環境 究竟 WiFi行不行 又或者他有沒有足夠的device 有沒有足夠的裝置 如果他有一部iPad 基本上他可以上 ZooMeeting 基本上都足夠了 有WiFi 他都不一定用電腦 但是你想和他玩遊戲 例如Cahoot 他就怎樣都要多部手機 這個有所取捨的 你要了解一下你的學生 他的設備夠不夠 還有他的WiFi network 夠不夠強勁呢 原來我查過Zoom 可以查到這些資料 有機會都 遲些 怎樣再分享 Zoom裡面有些 設定 有些report 老師可以看回 學生上網的速度 夠不夠快 有report看到的 你找回網速最低的學生出來 就主動問他有沒有 有些事需要幫助 譬如現在都有一些 Plan 都是 送SIM卡給學生 是不是 有些Plan給學生送SIM卡 NGO做的 那學校就可能真的需要申請 因為有些學生 家裏的網速 可能不是那麼高的時候 你就要幫幫那些同學 今天我這個Cahoot 我真是禮真會問大家一些 要大家思考的問題 有些問題是計分的 有些問題是沒有計分的 純粹是Polling 最高分的 我們最後都有些獎給大家的 我們就 對了 差不多時間 因為我們玩了遊戲 大概15-20分鐘左右 我今天時間大概有 30分鐘 這些名字 我現在就 給大家的 就是用Cahoot的平台 就自動Gen出來 有好又不好 不好就大家 不能選擇的名字 就一定是 固定的名字 給你選擇 為什麼不給大家入的名字呢 因為都試過有些尷尬的場面 因為有些學生 開Live 這些課堂現在可以錄影 那它可以亂打的名字 不單止是Naughty Names 可能是政治敏感的名字 所以現在我就選擇了Gen 這些名字出來 就 免得他們錄影 那這個 其實是保險的做法 因為 記住如果我們 想做一些這樣的實時教學 課室真的去了學生的家 那邊的環境 其實我們未必 那麼容易控制 好了 密碼的篇 是360 175 我們就 差不多了 我們 Start 我等多 5秒鐘 5 4 3 2 1 這次進來的同工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都不是提提計分 你記住那個P number就行了 360 175 好了 第一題純粹問一問大家 這題是Polling來的 這題不計分 直到現在 你做得最多的那件事是哪件事呢 用學習平台 MS 給功課 收功課 改功課 發文功課給學生 第二就是 拍片給學生自學 你用各種工具拍片給學生 他家裏做self learning 自主學習 第三就是現在 用zoom Google Hangout Meet 或者Microsoft Team 甚至YouTube Live Facebook Live 開Live教學 直接教書 第四就是 沒有的 什麼都沒有的 佛系一點的教學 就是 什麼都沒有 我想問大家做得最多是哪一種 在現在的現在 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三件事 隨著停課的日子延長下去 是有些轉變的 我們先看看統計 制製用平台的老子是最多的 只是給功課 收工課 拍片的同工都不少的 都有 接近4分1 20% 開Live的 都是小數的 小數都不是太少 這裏都有 10% 同工是 可能是 為什麽三個都沒有 這個 有些疑問的 這裏 我會認為紅色 藍色 和黃色 這三個選項 其實總會都要做一個 at least 要做一個 但是各有利弊的 這裏有統計數字 開Live的 都不是多數的 都是10% 今天這裏 大概有100位 參加者 都有一些 象徵意義的 這個 這些工具的性質 其實我們要先去了解一下 例如 給功課給學生做 透過開啟平台 譬如這陣子的歌唱 有老師不是透過Google Classroom追功課的 因為現在香港 大概八成左右 在用Google Classroom 如果只給功課給學生做 其實可能會收 改 可以 給學生的 但其實有沒有教導呢 大家要想想這個問題 有沒有給教導內容給學生呢 其實可能是沒什麽教的 你有教的必須要做上邊那兩項 拍片 或者開Live 拍片就是video 因為你真的有instruction給學生 譬如我教數學 你真的教學生 如何計算那題數 有教他才有學 如果你只給學生做 可能是沒有教 但是他有學 但是你有改 有feedback給學生 但是instruction那個位 可能 你考慮一些時間 是拍些video給學生 是給些指示給他的 但是拍片的好處當然是 學生可以隨時看 他喜歡什麽時間看都可以 用學習平台都是 他什麽時間看都可以 開Live 開Live 開Live就是現在的形式 有辣有不辣的 好處就是 你有互動性 你有機會 拍片沒有什麽互動的 開Live可以互動的 譬如有老師問問題 在check room 理論上可以立即回答 譬如在check room 有人問問題 有同工說聽不到 可能 有同工說可以回答 一加二 因為這個 不能是一加二 他的選項是有限制的 你某程度上都有些互動 開Live 但是他有缺點的 就是限時限刻 這個如果學俗說 是同步的 synchronize的學習模式 同步的 規定要那個時間做 好處就是你可以某程度上保持到學生的 學習 的習慣 但是不好處 就是如果開Live 去講書 學生就會問 為什麽我要神速起身聽單向教學 我看片都可以 這裏有少許巧妙開Live 我應該怎樣用 實時教學的 工具 這裏因為工具本身是有他的 特性 他要限時 去做 限時去做 但是如果我想保持學生 早上10點起床 聽書 這個開Live是有他的 優勢在這裏 因為拍片 你就不能夠規定 幾個小時去看 這個是 工具性質的一些特性 好 接著我們看看 學生在家學習 同一課室 究竟有什麽不同呢 這些都是常見的 可以有問題 我趁現在可以看check room 大家正在答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check room有什麽同工有什麽問題 我現在正在用這裏收費功能 這裏是 Premium版來的 現在Premium版是免費的 現在是免費的 你去上裏裏裏裏的網站登記 免費給你用的 好像免費一段時間的 就不會額外收費 就不會額外收費 快點去上網去couput那個 網站 他現在是因為 全地球都有這個冠狀病毒的疫情 全世界學校都停貨 他都是免費給這些學校用的 我應該沒有聲音的 就怎麽處理 可能 會不會是你家的電腦喇叭 是出了問題 就是看看 那些技術問題 好了 在這裏 其實這裏我set了四個答案都是對的 大家當快按 在家學習的問題 跟課室有什麽不同呢 他們會容易分心一點 因為 學生其實不是那麽容易 控制到家裏的環境 網絡未必穩定 譬如有童谷說 開不了 聽不到聲 這個問題我解決不了 在這個時刻 是解決不了的 可能是跟家裏的電腦硬件有些問題 或者設定的問題 這裏另外很依賴學生的那個自學的習慣 以及他的自律的能力 另外學生在家裏的學習 其實是需要一個 比較靜一點的環境 其實譬如我家裏 環境比較吵的時候 聲音是收了的 他就會覺得尷尬 這些情況 好我們先看看情況 Diplomat Turtle 然後Genius Hair 然後Created Fork 其實這裏有些考慮 我問那些學生 我問那些學生 這裏學生給我一些feedback 中心電腦堂開live 這些他們說的一些issue 都不是全部一面倒是不好的 有正面的 比如學生覺得 字架有彈性的 可以多些人一起上課 有些人說家裏環境比較舒適 很似乎個人 有些人說家裏可以用ipad 但也有些同學說家裏沒有ipad 這些是 學校要處理的問題 還有學生說家裏的wifi可能錄得慢 那怎麼辦呢 可能學校要有些方法 幫助這些學生 可能要給他們一些sim卡 另外 有學生說家裏少了吵聲 可能家裏只有一個小朋友 但也有同學說家裏畫的好吵 聲音有些震 聲音有些混雜 有好和不好 好和不好都有不同的feedback 有些同學說差不多的 有一堆 例如這兩位學生說 you can stay at home and you sometimes have a feeling that you aren't really in the lesson 即是他覺得他家裏 上課 但又不覺得好像是上課 但這些學生的感受 有時候我們都要收集 了解他 怎樣想 這件事 另外也要看一些問題 例如說時間不夠 還有 可能要很長時間對著屏幕 這些是我們要想的一些問題 例如他八天八堂 都對著鏡頭 學習這樣 那是否有效 這個是 要留意他們的screen time 會不會過場 另外 就跟他說 網上上課和科學上課比較 就是網上上課比較感覺不到同學的存在感 這些都是要 要想的 因為 其實就因為在課室 就很多同學一起上課 在網上上 他就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去上課 他不太覺得同學的存在 這是一個客觀的現實 另外也有跟我說 在網上課堂 可以有很多chaos 很多問題 因為譬如現在大會的情況就是muse all 大家出不了聲 muse all 你想想muse all 遲些是怎樣用 才對 是不是muse all 各有利弊 muse all就是所有人出不了聲 只是聽老師說 但是 互動那邊又少了一點 amuse all 每天都出了聲 但是你要留意學生是不是可以自律得到 如果個個都出聲 個個聲音就全班都醒到 有時候都會很吵 這裏都是要拿個平衡 拿個平衡 那 好 我們在下一題 我會在大家回答問題的時候 才回覆check room那些東西 現在就問問大家學校有沒有上網上課的時間表 現在大家 上網上課 有的同工 沒有的同工 我們做過統計 我可以看一下check room 大家回答什麼 有同工問 check room 發電線給學生 求呼 那理想上他一部電腦都可以畫到求呼 有看到問題 不過他要 轉來轉去畫面 麻煩一點 其實是可以的 他有一部電腦就可以了 那 看這裏的統計 就是 如果一半的同工是有 上網上課時間表的 那一半是沒有的 即是一半一半 有同工都說 現在沒有 但是遲些有的 那都很平衡 其實那個時間表的好處在哪裏 我看看 我以前 每天就上八課 那初初我們學都沒有時間表的 初初都沒有 自由發揮 那但是想一想 如果八課給學生自學 是不是各個學生做得到呢 八課自學 其實應該很多學生都做不到 絕大部分都做不到 所以這裏就要想一想 那個平衡點 是在哪裏的 就是這樣 情況前 我們就八課 學校就規劃了學生 就規定了 一個時間表上課 就是這樣運作這麼多年了 有些學7課 有些學6課 但是不要緊 最主要是有個時間表的 停課之後 我們就要想一想 我們是八課自學 八課全開直播 還是 中間某個比例 例如 一半一半 50%開直播 50%自學 我也知道現在有些同工學校是八課開直播的 每天八課開直播的 你要想想八課 對著鏡頭 鏡頭的鏡頭都很長 這裏要考慮一下他們的 well being 和 那個平衡時間 那麼長是不是真的OK的呢 其實要問問他們的感受 八課自學 多個缺點是 不是個學生可以 有些可以 有些不可以 我會 建議 what if 一半一半 有些自學 有些實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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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考慮他的自學能力呢 還有 他們家 自學的 支援 他們的well being 和他們的swing time 我們看看 糟糕了 不要緊了 我們先看看統計 同工都 這個我們個個都 答案都會當是對的 都快按 其實都幾看 同一個傾向 幾看他們的自學能力 因為那個老師 又不是面對面見到一個學生 我要追功課 都幾難 就是山高皇帝軟 隔著個屏幕 很看學生自己 aware 自己是不是 學到東西 還有家裏的支援 這個都是 幾大一個問題 這件事 將E-learning 由學校 推到家裏 學生的 家庭環境的進行 其實才要搞定 那些infrastructure 那些基建 他有沒有足夠的device 有沒有足夠的network 網絡 這兩件事 一定要搞好 他先 Swing time 和well being 剛才說過 不要給他太長時間 對著他屏幕 還有 不要一天那麼多堂上 Live 都要有個限制 現在Dr.Shark hero and genius hair 頭三明 如果 給大家看 現在都出了一些在家學習支援的計劃 自由料 或者陸續出一些NGO的計劃 給學位申請 支援學生 我家裏 盡量E-learning 還有well being 我們要留意 不要給他太多功課 太多live 或者太多東西給他做 亦都是 他有時都要有空間留給他自己 去做其他活動 另外Swing time也是 對著螢幕 特別是 比較關心 如果只有手機的學生 就要關心那些多些 因為他只有手機 手機的Screen 那麼細 他比較 集中精神 長時間看著螢幕 其實都是挺辛苦的 挺辛苦的 好 就看看大家的取向 如果真的有得選 通常的時間表都是學習編的 不是老師編的 如果有得選 大家會選 哪一個模式呢 如果就算一半一半 其實都可以選擇 你選擇上午開live 還是下午開live 即是智學 開live 上午下午 都有 不同的考慮 看看checkroom 其實開live 我跟他說 都可以用活動 做活動 或者做一些 學生支援的 例如關心學生 不一定是教書的 開live用zoom 都不一定是教書 可以是關心學生的一個做法 那就看看大家的取向 大家都是傾向 大部分都是 上午開live 下午自學 上午開的好處在哪裏呢 純粹開的就是 某程度上都能夾到學生 不要太硬起床的習慣 我試過有學生 早上上課的時候 麥克風就收到他的聲音 為什麼這麼遲叫我起床上課 當然不是跟我說 跟家長說 有點怪責家長 為什麼這麼遲起床叫他上課 其實首先是他要自律先 自己起床上課應該自己 教鬧鐘 不應該依賴他的家長 是不是 中三了 第二他可能不小心 麥克風 還沒有 聲音 這些比較尷尬的場面 經過聲音 經過 Zoom meeting 就全班都知道 這樣 但其實這也是一件事 駱先生 初初都是 認識沒有時間給他的時候 他每個人睡得很晚 這個習慣 就可能不是那麼好 但是出了時間給他之後 慢慢的學生 就真的會 早起床的 上網上和出席率是真的提高 下午開Live 上午自學 這個有好處 他可以省眼一點 每個人好 看看學校的取向 好 我們看看 利幣在哪裏 看看這張slide 這個都可以分析這些工具的特性 Zoom Google helmet Microsoft team 因為這些 我們叫同步式教學 限時 限刻的 可以保持學生的習慣 但是其實他的缺點就是 學生的自主性是比較少 拍片 用iPad的screen recording 用這些screen card somatic explain everything 拍片 學生看片 沒有限時 他的自主性是比較大的 用這些平台 Google classroom Schooler Jmodo 學生的自尊性都會大一點 因為你給他自學 但是就不是每個學生能夠自律 這個平衡 我們就 做老師的時候 幫學生做一些 決定 就 時間很多了 問題可能要留回 完了才能回答大家 在checkroom那裏 好 問問大家開live的目的 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其實可能有很多原因的開live 最趕那個未完成的課程 尤其是學生學習習慣 有些學生我們都說了 減少暑假補課 暑假很重要的 我們當然不想 沒有暑假 大家都不想 老師要做KOL 那就是 我們所謂的 Key Opinion Leader 大家在談的是什麼 都有老師 最後一個答案 我特意剔走那個 其實 目的主要不是想做KOL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可以保持到他的習慣 還有某程度上都可以幫到一點 追那個課程 追到一點那個課程 因為 我自己覺得就是開live的好處就是 他起碼都會出席 你的課堂學生 看到一下他 他開不開鏡頭是他的問題 他可以關掉鏡頭 但是某程度上我都會知道他在 這個時刻是存在的 存在在那個 Zoom的畫面 我會安心一點 老師的心理會定一點 拍一條片給他看 其實要遲些才有個安心的感覺 我想分別主要在這裡 最高分 Dr. Sharpe Clever-Clock Diploma-Turtle 好 我們再去 我們還有兩三題 我們這裡有個YouTube playlist 可以scan它 或者遲些看 Video 我們都拍了一些片 教老師怎樣去 開live 去製作教學影片 大家可以參考 這個時候會錄下 所以大家 可以拍張照就可以了 好 我們繼續 開live教學 其實有兩種模式 我講教學模式 你可以單向講書 你可以互動教學 可以選擇哪種才對呢 有個好一點的方法 的確是 開live也有好和不好之分 我趁這個時候 看看chat rom 我給了 幾分鐘大家 去選擇 有童工說想開live 大家學生的靈魂都未回來 這個事實上 都是挺真實的 這個事實上 都是挺真確的 學生可能運差 都未齊 大家同學都選擇這篇 其實我都是建議開live 如果真的想開實時教學 是應該做互動教學的 不要單向講書 為什麼不要單向講書呢 因為 如果你想講書的 你不如拍片 拍片搞定它 就不要開live 因為你想開live 其實我們是想engage學生 其實某程度上 跟在課室是一樣 這件事 在網上教學 我們那個教學化 跟在課室 其實除了場景轉了之外 這個pedagogy 或者methodology 應該是一樣的 因為你就是 有互動性 會知道學生在做什麼 他們認識了螢幕 可能真的在睡覺也不奇怪 起碼我都知道 他不太集中精神 我們想辦法engage 例如現在我就用求呼 去engage大家 如果你真的想開live 拍片 開live去講書 你不如拍片 給他自學 因為學生看片 他有彈性 多一點 他 亦都可以家人 跟他一起看片 這個重要的 特別對 小學生 或者幼稚園學生 或者小一至小三 小四 他這麼小 他可能未必 自學得到 他要家長跟他一起看片 留意 他要家長跟他一起看片 如果你開live 多數上如果家長不是在家工作 他不可以跟他的小朋友一起看片 學了先 留意 video有個彈性 可以方便家長學了先 跟著他再教他的小朋友 太小的小朋友 其實我建議 不要開那麼多live 拍多些片 讓家長 跟他的小朋友 某程度上可以有一個 親子式學習 親子學習 因為live的缺點是限時限刻 還有如果你家有兩三個小朋友 他們要欠電腦用 支援也不一定在身邊 這個是他的限制 好 然後這個很多老師都講的 上網教書 e-learning 效果 肯定是沒有實體課室那麼好的 這樣 是還是不是呢 但我好明顯 其實這個 就是我們上網現在這樣做這個webinar 跟我們現場 面對面講 肯定是沒有現場講的那麼好的 這個是絕對真確的 我自己也承認的 如果有一個給我選擇 當然有課室教書好一點的 你未必會喜歡在e-learning 在網上去做webinar 這個答案沒有什麼懸念 但是 但是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有老師就會覺得 那不就不好 e-learning 我們沒有了個課室 e-learning怎麼及一個 實體課室那麼好 這個是真事 真事 不如是一個事實 但是這個問題 只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半杯水的問題 半杯水 上網學習就是剩下半杯水 網上學習 我們沒有了半杯水就是課室的學習 課室教育 只不過問題就是我們怎樣看 這半杯水 當然我們看這個e-learning 網上學習 我們還有半杯水的 我們應該 盡量去優化它 令到那半杯水 不要剩下半杯 我們多一點 但是現在都看到傳媒體 有很多 同工會說 網上 zoom 那麼多問題 那麼多學陰影 那麼多這樣 很多人批評zoom 現在在網上 其實 只不過是 focus在於 他們沒有了實體課室 沒有了半杯水 那麼其實根本這個 問題就不是出自 zoom的問題 是問題是出自 我們怎樣應對的問題 這個才是問題 這個其實不是我說的 其實是某個 叫 Virginia Satir 實體誼 其實是一個 家庭輔導之母 家庭輔導的心理員 提出 一個句子 一個 一個 phrase 問題本身 不是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怎樣面對的問題 才是那個真正的 問題 我們 當然我們 如果真的想 搞這些網上教學 我們怎樣提升 那個 層次 我們正向地看 就是 開Live的那些工具 YouTube Facebook Live Facebook 還有Watch Party 例如Live加 學習平台 可以不可以 Live加 求婚 Live加 Live加少許討論 這些可以不可以 這些方法 看看checkroom 這裡全部答案都是正確的 在這裡 其實基本上所有方法 例如 zoom 答 goo classroom zoom zoom kakut zoom nearport 或者goo heel miss dap 小組討論 諸如此類 配搭你可以自己再加 問題 只是在一個 問題 學生要有 最好有兩個device 唯一的問題 就是在這裡 那 以後同工問有沒有遲些有個 相關的 PowerPoint Keynote 有的我遲些會整理 會整出來的 好 那就看看 這個 伴下貴君 就會有個榜 Clara Ford Citylark Diploma Turtle 那 我再給大家一個模特兒 因為我都 7分鐘了 我再講一個模特兒 這個是一個 E-learning 電子教學的 你可以說GPS 或者一個指南針 一個GPS 一個導航系統 那叫做Sama model 其實是一個Doctor Rubert 提倡 很久了 現在再拿出來再講講 為什麼 我只是用Zoom來做一個比喻 開Live Zoom 用Zoom都可以用 有很多不同層次 我們 簡單說 有四個level Level 1 講書 Level 1 單向教學講書 Level 2 錄低課課堂 單向講書 其實你只是用Zoom來代替了課實 我們叫做Substitution Level 代替的層面 這個Level 1 Level 2 就是你 錄影的課堂 因為 你可以給一些 沒有出席你的課堂的學生 可以翻題 網上重溫 其實你有增潤的 Augmentation 就是有增潤到 你的教學了 但是這個程度 F1 這就是最基礎的層次 你想再跳高一點 你就要改變 你的教學設計 我們叫做Modification Level 轉變的模式 就是剛才那堆東西 分組討論 比賽協助學習 Q&A Tutorial 功課輔導 追功課 其實就是把我們以前 Elearning 講的課堂設計 全部放回去Zoom 就可以了 簡單來說 將Elearning 課堂設計的部分 放回去Zoom 你的教學就會 慢慢提升 不會說一步登天 有個老師都要慢慢由Level 1 到Level 2 Level 2 到Level 3 最後 Level 4 Redefinition 你是從索 你的網上教學 怎麼從索呢 就是說 你拍片 叫學生遇集 上Live之前 叫學生遇集了一些基礎的知識 配合 平台 Google Classroom Skoology Edmoto 學生上課前 即上Live之前 他先遇集了 才上你的課堂 你的Live課堂 就是針對他 那為什麼要拍片給他預殺呢 就讓他自學 即他有些self-directed learning的元素在 好了 他自學都不懂 那你就開Live教他 去針對他學習的盲點 或者追功課 或者是 針對他 自學都是 譬如 我教數學的 他看完片答問題 很多人都不懂 開Live我就要教回題數 教回題數 那你就要針對他學習的盲點 去 你的Live 才有意義的 比較有意義的 是這樣的做法 所以 是有四個層面的 我們就叫做 Substitution Augmentation Modification 和Redefinition 簡稱叫做SAMR model SAMR 好了 這個大家可以 這個畫面好玩 問一問大家 這個 不計分的 因為最高分的三位同工 我們有本書送給他 閉會 出了一本書 叫做 翻轉Teach and learn 最高分 你就拍下你的勝利畫面 最高分的三位 走後的三位 拍下的畫面 WhatsApp給我 9171447 4947 Sorry 我打錯字 4947 那就要 改回 9171447 那就是 我會送 一本書給大家回去 趁著這段時間看書有多好的路試 那就看一下 我們怎樣做 flip learning Diplomat turtle 現在球方很好玩的 就會有個 有個 很開心的場面彈出來 當然在課室玩好一點 在網上玩都不是太差的 好,我拍下它 我會對一對 頭三位同工 就是 拿冠軍的 你開始WhatsApp我 我會寄一本書給大家 大家可以Feedback一下 這樣的上課模式 OK 我也想收回Feedback 有什麼Show Feedback 我想大家都給Feedback 你覺得學不學到東西 感受上怎樣 recommand 這樣的做法 我要說的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Check wrong的問題 我會在事後再回答 另外一個PowerPoint 都會是再share出來的 稍後 稍後 我開回Keynote 好,這裡還有幾句說話 這裡我就很粗略 說多一句 就是 因為我知道同工都是來自中小學 那這裡我就大概弄了一個 不是很精準的暫時 用回剛才那幾個角度去分析 究竟你要 要拍多少片 要開多少live 你可以拍下它 用回那幾條柱 自學能力 家庭的支援 和學生的screen time well-being 去做小分析 因為 沒有時間講了 大家拍下它 大家看看那個chart 另外 閉會 如果你想參加我們的會 我買廣告 想看 就是 繼續 跟同工交流一下 怎樣做這些這樣的 拍片 或者flipped learning 你可以like 我們的page 另外有 幾句勸勉 不是勸勉 幾句鼓勵大家 我們 其實我們用的工具都是歧視 說真的 有這些工具 其實我們的編排更加關鍵 我們現在的情況不停學 還有一段時間停 其實是一個好的機會 訓練學生的 自書學習 那種的模式 現在瘟疫大流行 健康最重要的 這樣教書最安全 現在 長夜路漫漫 我們還有一段時間搞下去 我們這個會也翻協 如果你join我們 我們會和你一起行 我要分享 今天的內容就到 這裏了 那我看一下 看看大會方面 在那裏 我要stop share 才可以的 好 再看看這裏 這裏了 OK 好 完成 Hello 麻煩你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在check room 我們都會盡量 得到答案 之後我們就會把問題和答案 傳給大家 來吧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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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